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的床 那小孩子马上问 那个睡的床在屋子里哪来的月光呢 那不窗户来的吗 不对啊 它举头望明月 它头是床上的了 那它屋没有顶吗 这就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争议这个床是什么 床是什么呢 床这个字形 我们繁体的床是这个样子写的 我们今天简化为这样的样子 其实这个字形是有形象的 首先这个床是木做的 这个木做的这个木头的木 是一棵树 下边是树根 上面是树枝 那么这个床是什么呢 这个木写成了传书以后 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木 我们从中间把它一撇 撇开两边 右边那是个片 今天都认识一片两片的片 左边就是这个床的左边 这个江来的江也用这个字 你看床和江的读音相同 那为什么是个床呢 你把它往地下一放 这太漂亮了 这是个床 所以这个床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去看这个床中 这个字形里看得很清楚 它就像茶几的机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茶几放在地下 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很清楚的是这个样子 这个茶几 只是这个茶几两头 这个脚是两头的 这个床的两头在中间而已 那所以说 搞清楚这个床子就好了 因为是唐代 宋代我们还没有 没有像我们现在这种高高岁的床 我们说宋太祖卧他之旁 启容他人酣睡 说明那个时候睡的是他 他我们知道 他他命 他就很低的是吧 然后我们想高床是后来的时候 那古时候就有床是什么 他是用来拐手的 我们这里有一幅图 看这个图 那个人休息 古人席地而坐 他坐在地下的时候 他坐在地下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人在地下 他那个腾部放在脚肿上 两个手放在气盖上 那么这样坐着的时候 他累了怎么办 累了以后呢 不要坐一上午 见课说话说多了 讲课讲长了怎么办呢 把这个手啊 拐在旁边那个小 小茶几上 也或者叫壶床 就在旁边 直着脸这么 这叫做引脊而卧 在上面休息 那个拐在手上 那个东西是床 所以李白的这个床全明月光 我想应该是一个什么 应该就是跟茶几一样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桌子 这个小桌子放在哪里 或者说就可能就放在院子里头 那正因为他是放在院子里头 我们知道李白呀 李白是喝酒的呀 李白一喝酒了以后 你看他下来几乎都在喝酒 是吗 他一喝就是一饮三百倍 所以他喝酒喝得七六糊涂的时候 他可能晚上也可能是中秋夜 或者是什么时候 他在那个院子里 客栈那个院子里 有一个小小的壶床 或者有一个 就是说的一个小小的茶几 他的茶杯酒杯放在上面 喝得晕乎乎的 晕乎乎的说 床全明月光 眼睛一看 这个前面怎么会有亮的呢 这一看有亮 有亮了以后 那是这都秋天了 但是地下的霜呢 还是天上的月光呢 所以床全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那这个仪字 我们这个图片很清楚 就是一个人 甲固文金文 都是一个人 组这个拐杖 旁边是个十字路 他在十字路里 一个人组个拐杖 不知道从十字路的哪一边走 所以这个仪式照得非常像性 一个人 主作拐杖 在十字路里 不知道从哪一边走 那李白说 这是月光呢 还是霜呢 所以仪式地形象 让李白的那种 犹豫迷惑 不解 猜夺 这种状态 就形象显出来了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